法国未来10天新冠感染人数将激增 随着本周一在公共场所逐渐取消性质措施 最近新冠日增病例有逐步攀升的趋势 人们开始担心由于奥密克荣亚变体病毒BA.2而出现新的感染高峰期 但法国卫生部长维兰于本周三在Friends Info上强调 这次的感染高峰期可能会达到每天12万至15万人 持续激增10至15天 预计一直到3月底之后便会逐渐下降 法国科学委员会表示 与1至2月份相比 如果3月份的病毒感染率增长仍然低于50% 那么疫情反弹的严重程度会保持在有限范围内 因此他们呼吁法国人在疫情防控方面仍应该保持警惕 维兰还表示若疫情反弹最直接的影响是为医院带来负担 但目前实行的措施都是基于我们对医院各项指标和数据的观察 因此医院不存在饱和的风险 并且奥密克荣亚变体病毒B.A.2造成的危害 并没有其他变体病毒那样严重 他还强调道 法国取消限制并不是造成目前疫情反弹的原因 他解释称 在意大利 即使他们规定出入商店必须佩戴FFP二口罩 但意大利和法国同样出现疫情反弹 他还说 并且目前还没有出现新的危险变体病毒 巴黎今日大罢工呼吁涨工资和养老金 CGTFS Use of Daires NSA以及多家中学生工会呼吁周四展开大罢工 要求上吊工资和养老金 按照计划 游行队伍今天14点从共和国广场出发 在乌克兰战争的国际背景下 有关战争局势的担忧 也成了各家工会的关注重点 但这并不影响民众对提升购买力的诉求 由于政府并未明确工资上涨的额度 工会联合会在公报中呼吁立刻启动谈判 执行相关措施 在马克龙的竞选计划中 曾提到将法定退休年龄延迟至65岁 这一计划也在一定程度上激怒了游行者 流感疫情蔓延至法国全境 公共卫生机构3月16日发布的每周报告显示 流感疫情在法国继续蔓延 现在已经覆盖包括大巴黎在内的几乎整个法国本土 巴黎的流感疫情在年初缓解后正在卷土重来 公共卫生部总结称 最近一周法国本土所有流感指标急剧上升 并至出现在科西加岛之外的所有大都市地区 都处于流感疫情当中 大巴黎在2021年底 成为较早一批受流感影响的地区 在年初被认为走出了流行阶段 除了法国本土 贵亚纳也受到流感疫情影响 其他海外省暂时幸免 法国流感高峰通常发生在2月份 但由于针对疫情的禁足 口罩等措施 2020年冬季阻止了流感等许多传染病流行 去年法国感染率比往年低 导致集体免疫力也低 因此京东流感疫情有反弹现象 但今年情况仍旧优于疫情之前的2019-2020年度 也好于流感疫情特别严重的2018-2019年度 科西加岛暴乱持续 渴望走向独立自治 上周末 在法国南部的科西加岛 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几名冲突 数十名警察遭到了科西加独立分子的燃烧瓶袭击 多家店铺因此遭到焚毁 这场暴乱是因为一名科西加独立分子Evan Corona在监狱中遭到袭击所引发的 在科西加岛的暴力事件持续发酵输入后 法国内政部长杰拉尔德达尔马宁与本周三访问该岛 并准备效防法属玻利尼西亚的管理模式 展开与科西加岛代表的谈判 内政部长表示 现在也是时候展开谈判了 他每天都和科西加岛执行委员会主席 吉尔西梅尼交谈 委员会主席也希望法国和科西加岛能开展正式的对话 部长希望能从法属玻利尼西亚的管理模式中得到启发 因为该地享有非常大的自治权 但他完全属于法兰西共和国 这对科西加岛的谈判提供了条件和可参考的案例 目前法国内政部长在自治派和独立派之间 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被派往巴斯蒂亚 即使谈判过程漫长而艰难 他也承诺将与当地代表们进行史无前例的长期对话 马克龙或将前往莫斯科或者基辅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马安 卢瓦尔省与乌克兰难民会面的间隙称 他不排除任何事情 也不排除任何政治举措的可能性 当他认为前提是能够取得一个 有用的和实际的结果时 他就会采取行动 马克龙接着补充道 但目前的条件还未成熟 不足以让他采取相关行动 进而改变局势 当马克龙被问及 他是否有可能前往俄罗斯或者乌克兰时 他表示不排除任何行动的可能性 但在未来几小时或几天内没有计划 因为波兰 捷克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的总理 已于本周二访问了基辅 马克龙接着补充道 他将继续保持目前的工作方式 积极与欧洲各国展开讨论 并且进一步扩大外交举措 与美国和中国一起 试图通过谈判来找到有用的外交解决方案 当然首当气冲的是要求停火和解决冲突 撒哈拉沙尘天气将在法国持续多久 昨天来自撒哈拉沙漠的沙尘穿过比利牛四山脉 一路向北 使得全法都受到沙尘天气的影响 法国多个城市天空呈现黄色 橙色甚至褶色 伴随着法国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的降雨 导致汽车表面出现大量的沙尘堆积物 据法国气象局称 目前由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都很好 因此沙利仍处于悬浮状态 周三的天气多物 预计此次沙尘天气将持续到本周四 然后逐渐消失 气象机构也保证 此类天气不会频繁出现 预计周四在法国四分之三的地区会刮风 从而结束沙尘天气 法国气象局表示 此次沙尘天气没有引发任何气象警报 因为该现象没有造成人员和财产方面的实际影响 然而此次沙尘天气仍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细小的颗粒损害呼吸道 沙尘暴的颗粒包括细小的颗粒 可作为细菌和致病病毒的载体 一旦被吸入人体内部 会引起下呼吸道的炎症 从而诱发慢性呼吸道感染或加重肺部疾病 粉尘的成分可能有毒 除了粉尘本身 粉尘所携带的东西可能有毒 例如一些由于人类活动所产生的颗粒 如家庭取暖 汽车交通 农业等 这些风还可以携带花粉 细胞碎片 真菌和霉菌等 从而导致过敏反应 肺部感染或皮肤感染 粉尘可能诱发心血管疾病 专家表示 大的PM10颗粒更有可能沉积在支气管中 从而影响呼吸能力 诱发哮喘 慢性阻塞性肺病 肺炎和其他呼吸道感染等 相比之下 细颗粒物更有可能到达肺泡 从而引起系统性炎症并诱发心血管疾病 因此 专家建议人们在空气污染时期继续佩戴口罩 卫生部还建议大家减少外出 如果出现呼吸道或心脏不适 应积极寻求医生的帮助 尤其是心脏或肺部比较脆弱的人群 法国三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可能超过4% 如果说来自西方国家的制裁 伤害了俄罗斯的经济 那么法国人的钱包也没能因为乌克兰的战争而幸免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因此的数据 在能源价格飙升的推动下 三月份的通胀率可能达到同比4% 而二月份已经达到3.6% 国家统计局在其最新的商业报告中补充说 在第二季度 通货膨胀率仍可能攀升至4.5%左右 并指出这些预测是基于每桶石油的价格将保持在125美元的假设 及三月初达到的水平 战争导致价格不确定性和信心的冲击 因此综合部主任朱利恩·Paul Gates在介绍本说明时总结道 因此的最新调查显示 商业活动的前景有所下降 特别是在工业领域 危机助长了通货膨胀和某些原材料供应的困难 同样 家庭担心法国生活水平的下降和财务状况的恶化 而传统上 在总统选举前进行的调查 有利于人们的乐观 该研究所解释说 除了与乌克兰冲突的演变 及其后果有关的不确定性之外 还有关于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 这种疫情在中国再次上升 请不吝点赞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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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분� duty性 被查搞电质